大家好,我家小鱼塘又翻白了几条鲤鱼 我现在去把它捞起来 现在又发现三条 两条在那里面,这边一条 昨天晚上下了暴雨,把一棵树都吹到鱼塘里面去了 顺便把那根树给拿上来 看这里一条 这就是鲤鱼 还有那里面,那里面应该是有两条 但是相机拍的话看不到 那边还有一条 那边有一条,哇,四条 这根山树,昨天晚上刮到非常大的风,把它吹下来 这树已经泡得发臭了,有味道了 大家看一下,这种就是断痕,直接吹断 哎呀,这边动 现在要去把那些死鱼弄起来 要不然整个汤都是臭的,现在都很臭 那条都已经飘到中间去了 这里还是蛮深的 哎呀,好臭,好臭 这鱼塘的泥还是蛮多的 哎呀,太可惜了 看,死的都是鲤鱼啊,都是大肚子的 哎呀,味道太难闻了 那边还有 哎呀,这个都烂掉了,哎呀 哇,看,有两条 这已经烂掉了 哇,太臭 有两条已经死得非常久了 哇 哇 哎呀,特别臭啊 我在这边埋了好多鱼了 之前的四五条草鱼 然后那边也有三条鱼 这边有四条 哇,那四条终于清清掉了啊 因为前几天我就看到了 一直没有把这个 裤子拿过来 才弄不掉啊 这个主要原因可能就是 这些鲤鱼啊有 要残窄了 之前是在大鱼塘里面的啊 把它弄过来弄过去 可能是搞坏了搞伤了 就还会死掉的啊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准备回家了啊 就好像龙师 这种云土 就是这种云土 没有找到 终于上隣 要找到 我们来找到